跟跑車尬車了 這不知道是不是跑車 這好像計程車欸 我也還沒蓋計程車的部分 哈囉各位觀眾 歡迎回到我們的City Skylight OK 距離上一次呢 這個我們稍微建設之後呢 應該希望不會再遇到那個 隕石危機了 我們上次已經蓋了這個 大多的部分了 大多的部分了 應該可以幫我們預測到一些 一些災害的危機 那我目前呢 可能也是需要再建造那個 地震之類的一些黑旗 那可能也要再去蓋避難中心 那目前的錢 我們應該足夠可以來蓋避難中心了 目前有一萬 欸好像還是不太夠 我先看一下有多少錢 啊 欸好像還是不夠 要兩萬四啊 要兩萬四 目前還不夠 那我們現在工業區的部分呢 還有這個 需求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目前呢 這邊都持續一些那個 挖礦的地方的人在做了 那但是還沒完全普及 所以這邊我想說 把這個路呢 再做好一點點 或是做個同心圓在裡面 讓這邊呢 能夠交涉比較方便 不然他們都要這樣子 繞一次 再回來一次 繞回再一次 這樣其實蠻麻煩的好不好 那我們直接看 可不可以用圓環來做好了 圓環來做可能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希望可以越來越多的礦產公司呢 來投入我們這個 一起進出口的產業 這樣子會比較好 你看慢慢的這邊呢 貨車就會經過我們蓋的地方 慢慢的加入進來 哈囉哈囉阿南 不太足夠 所以我們要慢慢的再增加一些 住宅的部分 讓人喔 能夠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好吧 那我們再來蓋一下大雪 我們上次呢 好像還沒蓋到大雪 但是現在錢可能不太夠 看可不可以先帶個款好了 呃 欸我忘記調高密度的稅率了 高密度的稅率也要再用一下 一樣用到13% 這樣應該會差蠻多的 我們都一直忘記調 好的 你看這個隕石坑呢 終究還是一個隕石坑呢 雨現在下的有點大 又打雷閃電 希望今天不會再有什麼 不尋常的雷擊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這邊中間這邊 我們暫時先不蓋 我們可以先蓋外圍的部分 那這邊也是林業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蓋高密度了 沒關係了 好邊邊的這個地方留給 之後可能會放一些災難的東西啊 或是什麼的 現在呢我們的公車呢 已經有280了 哇這個要到50萬 要非常之久 我現在錢都不夠怎麼蓋 電車調柱站也不能蓋 很痛苦啊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先把避難中心蓋起來 240,000就可以蓋我們的避難中心了 就差一點點了 先蓋比較好 不然待會真的直接 砰下來 就慘了 欸還是直接蓋大型 可是大型要740,000我們可能還買不起 我們先蓋一個小型的好了 那一律我們就先把 這個避難所蓋在這個位置 那工業區這邊 我們可能暫時管不了那麼多 我們先以住宅區的人口為主 先蓋在這裡好了 可是這裡 進來會比較不容易 先蓋這裡好了 先蓋這裡 蓋了 好不好 大家都開心 好像沒有幫助到太多 而且錢呢 又很快就沒有了 我們稍微等一下錢的部分 那今天可能也是需要蓋大學啊 大學是還不夠 我們大學目前都沒有 好的 中間商業區有一點需求 我們再看一下商業的部分 現在看看哪裡還有需要 有辦法再多一點商業 這邊可以啊 這邊我們再加一點高密度的好了 其實有時候可以把一些沒有蓋的地方呢 直接換成高密度的 這樣也是不錯的 這樣子就不會說啊 有不足的 有不足的這樣子 教育員工不足啊 你看這樣真的不行 那我覺得試著把那個 教育的部分喔 稍微再拉高一點點好了 這樣100%應該可以了 那應該是差大學的部分 我們再努力存一點點 大學就快完成 我們等他一下好了 這個可以容納4000名的學生 然後這個可以容納4500 差15000 那先蓋這個好了 差不了多少 這個是大學的那個博物館啊 博物館 欸圖書館啊 不是博物館 我們看蓋在哪裡比較適合 我是想說再拉一條路好了 讓這邊馬上讓過來這樣子 這樣可能也比較好 大學有了 來吧 這個7500有了欸 直接蓋這個好了 帥啊 帥啊 我們的大學來了 太酷了 希望可以招收到更多的學生 有沒有 現在大學生呢 已經越來越多了 馬上開馬上招募 這樣子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教育的程度好了 現在目前小學是足夠的 中學也是足夠的 大學也是足夠的 所以教育的部分呢 應該ok了 ok了 ok了 那礦產的部分 還是慢慢的經營 這邊還是沒有很多人 但是希望可以慢慢的來 好吧 所以已經來到13000了 目前我們的收入是 27000 27000 然後 支出是21000 所以還ok 那公車我們已經有讓他走比較多 我們晚上也拉多一點好了 那垃圾部分可以稍微再減一點點 減一點點 現在都缺物品 糟糕了 不過沒有足夠的商品了 沒有足夠的商品了 這樣真的很麻煩 只有可能要來蓋那種火車 讓他們可以直接用過來這樣子 然後這邊我們可能也需要再 再繼續再拓勁一點點 商品我就先暫時先不要再蓋了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呢 著重在於住宅的部分 這邊把它蓋一蓋 然後再把這一片呢 慢慢的拓展出來 我覺得這邊可以再買一塊地 好這邊再買 這塊地再把它買下來 五千一把它買下來 ok 然後 先把這個電車站給蓋過來 你 你跟 啊 贏了三萬塊為什麼 為什麼贏了三萬塊啊 我現在暫時呢 都不做那個 太大的路的規劃 不做太大路的規劃 然後這個電網呢 我們先把 唉唷電網不行拆掉 電網我們用模組好了 好那我們把這個電網給拆掉 也比較不會耗我們資源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給弄 弄 弄來蓋在這邊 電車的調度站 好那這邊呢 我們來開始做這個 道路的建設了 道路的建設 那直接用好一點點 就 直接試軌道開始做 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這邊呢 我們把它伸過來 直接都伸過去了 整個橋都變成我們電車的部分 雖然人會減少 你看瞬間減了三百多人 三百多人 因為他們非常的不開心 反正他們都死掉了 直接把它弄一弄了 這比較快啊 我們都更就是要快啊 快很準啊 房子一定會拆掉的啊 沒有這樣子蓋你 永遠沒辦法完成這個劇本 所以只能拆了 但是拆了之後路變大了 好 這邊呢我們就不過去了 所以我們直接蓋在這裡 然後從這邊再進來 好這樣子 那我覺得也不要繞得太大 然後可以了 水啦 總算把它建起來了 水啦 現在錢沒有很多 但是就努力的蓋 好 我們先回到時間慢一點點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蓋囉 我們先繞著左邊走好了 繞著左邊走 第一站 那我們也不要說停的太多站 還是怎麼樣 這是我們當初蓋的公車路線 所以待會兒我們公車 再來稍微移動一下下 這裡 就繞到這裡好了 頂高站 兩站 然後 這邊就不要了 然後我們第三站來設在這裡 墓園的地方 一條去一條回來這樣子 這邊沒有通喔 這邊沒有通耶 這裡再一站好不好 天氣在Steam買多少 我那時候買 函數的DLC買一買 應該也1000多吧 然後現在應該好像便宜很多了 所以如果想要買 可以投資一下 是還不錯玩啦 我覺得是不錯玩啦 但是蓋起來其實也是蠻辛苦 另外一個路線呢 就會按照這邊的走向 來增加往返的站點這樣 齁 然後現在呢 這邊是 往左去的嘛 那我們再做一條往右去的 那點就都會設置一樣 這樣子會比較剛好 欸完成了 耶 好不好 我們的雙向全部都好了 這是都市天際線 你看 第一台車已經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下吧 沒有 就可以這樣看著你的城市 慢慢的成長 慢慢的著創起來 跟跑車尬車了 這不知道是不是跑車 這好像計程車耶 我也還沒蓋計程車的部分 那待會看它會不會再停在某些的站點之類的 我這邊可能會有點塞車 而且這個路段啊 其實會比較波度比較大一點點 等最近的那個DLC再出啊 齁 那個運輸的 運輸的部分 為何這麼長直播都不拍片嗎 我的直播就是在拍片啊 我的直播就是在拍片啊 我就是 我的我就是在剪結成 剪結成影片啊 喔好遠喔 有點遠耶 但是你看我們這樣繞一圈呢 已經賺了蠻多錢 好了到了耶 完成了完成了 我們又回來了 很棒耶 我覺得消防齁 可能是不太夠 我看一下我消防的部分 消防這邊不太夠 我們這邊再蓋個消防局好了 消防局再蓋一個 蓋在這裡面好了 這樣OK 然後我們上次已經蓋了一個直升機了嘛 我還沒看到 還沒去看他飛起來過 那我們看一下交通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 慢慢的變多 現在目前啊 呃 只有載了八個人 好少喔 我們把這個電車也弄高一點點 電車弄到最高 不知道要花多少錢 這樣支出不知道夠不夠 現在已經吃的有點緊了 這邊我們就打算這一邊呢 都是工業區為主啦 林業與礦產業 這邊都是會做林業的部分 然後這邊都做礦產業 天線沒有 天線大概都一個禮拜一次而已 啊 我家在施工了 我家隔壁很吵 開始施工了 今天差不多玩到這樣子啦 今天呢 主要我們就是蓋了這個 電車的 電車系統 然後我們雖然拆了很多人的家呢 但是希望可以慢慢的彌補回來 好啦 感謝大家收看 今天我們的天際線 大概就先維持到這邊 等到之後呢 我們再繼續 另外的拓開 好不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你很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按讚和訂閱 所以三下輛追蹤我看 再來動態 我們下次直播再會囉 好不好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